哈囉 歡迎收聽小小鈴的Podcast 那今天是第二集 昨天呢 剛好講到了老師的圍棋人生第一集吧 那我們今天就接著繼續往下講 在國小畢業之後呢 其實我就沒有什麼在碰棋了 只是說呢 由於我當時的棋力在棋院還算是最強的 那除了成龍啦 那成龍那時候就去當台灣棋院的院生了嘛 所以就比較少會回到我們教室 所以呢 當時老師就跟我說 呃 那你不上課沒關係啊 你可以來我們教室打工 那當時其實我媽沒有繼續給我學下去的原因啊 可能就兩個啦 第一個她看我也沒有很認真啊 然後她那時候有問過我說 你要不要繼續學圍棋幫你停掉好不好 那當時呢 我自己也玩心比較重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 啊 無所謂啊 那反正如果不上圍棋的話 我就在家裡看電視啊 當時很紅的卡通是這個神奇寶貝和數碼寶貝 就是現在的寶可夢啦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她想省錢啊 因為我們家家境並不是這麼的富裕啊 那既然呢 能以打工的姿態繼續留在棋院 欸 一來就是 欸 不用付學費 然後二來就有一個地方可以丟小孩 當然 何樂而不為 所以呢 就開啟了我的圍棋打工生活啊 那其實說打工 當時也才國一而已 也懵懵懂懂 根本不知道在幹嘛好不好 主要都在玩啊 然後就幫老師改作業 和下支稻棋 那支稻棋呢 因為我那時候棋力也蠻強的嘛 就下起來是挺輕鬆的 只是說就沒有繼續精進 所以呢 當時啊 就有了一種感覺 就覺得說好像圍棋挺簡單的 然後我好像蠻厲害的 有種那種井底之蛙的感覺啦 因為就畢竟沒有與外界接觸啊 也沒有參加什麼比賽啊 更不知道什麼世界大賽 什麼新的棋譜啊 因為我就只是在那邊改作業下支到期 我也沒有進去上課 就這樣從國中到高中 一直到了大學 二年級吧 其中打工就算是斷斷續續吧 有時候去 有時候不去啊 圍棋對我來說就感覺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啦 就你說我喜歡下嗎 應該是蠻喜歡的啦 可是你跟我說不下好不好 我也會覺得好像也沒什麼不好 因為當時玩心很重啦 再加上我的個性 而且我念的也是一間普通的國中 所以大部分的同學在班上也不會下圍棋 很自然的就與圍棋呢 漸行漸遠 那我人生呢 有幾個還挺大的轉折 接下來就要講到其中一個了 就是在我大二的那一年吧 我當時是考上這個師範大學的化學系 先說其實我沒有很喜歡念書 然後也並不怎麼喜歡化學 只是就是剛好呢落點就在那邊 考不上台大所以就念師大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的大學生活也是挺迷爛的啦 每天就是泡在同學的宿舍打麻將打牌 然後去打網咖 那時候比較流行的遊戲叫做這個三國啦 有點類似low的前身啦 如果你知道的話 那肯定是時代的眼淚了 那就這樣子玩著玩著 有一天當我回到棋院打工的時候呢 我們的老闆就跟我說 欸 根平根平 這個梁又欣回來了 她從大陸學為期學了三年回來了 那先在這邊介紹一下這個梁又欣是誰啊 梁又欣呢 她是一個女生啊 那好像小我兩歲左右吧 我也不太清楚 這個女生以前在圍棋界還蠻有名的 她的原本的名字叫做梁之佳 然後當時吳清源大國手 好像九十歲還是幾歲大壽的時候 有挑出一位女生來跟她下棋 選的呢就是這個梁之佳 那當時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內心是充滿疑惑以及不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與她啊還有成龍學期的時候 梁又欣的棋完全沒有辦法與我和成龍相比 就一來是天分 然後二來就 還是天分 就我當時就覺得她的棋非常的弱啊 而且我們跟她下的時候 贏了她 她有時候會哭 然後她就是那種 比較沒有天分 但是情人捕捉的孩子啦 所以我記得她後來有找這個周奎鴻老師上個別課 周奎鴻也是一位職業洗手 好像前幾年剛走啦 總之呢她找老師上了個別課之後還是下不贏我 然後可能我就有一些嘲笑她吧 我也忘記了 當時老師呢就 有點看不下去 她覺得她應該出面來就是 幫助這個梁又欣一下 所以她就有一天把我拉到角落 跟我說 欸根平 老師跟你講 這個又欣其實真的很努力啦 她一直很想要超越你們啦 那老師知道你其實也很厲害 但是能不能請你等一下幫個忙 就是等一下 老師會先鼓勵她一下 就跟她說 只要努力啊 一定還是可以 擊敗呢 比你強的對手啊 之類的 然後 可不可以請你等一下下一盤棋的時候 就故意輸給她 那老師請你吃麥當勞 好 那我當下呢 就想的是說 欸 不錯欸 麥當勞吃欸 而且 反正 當時我對輸贏也沒有那麼在意 我就一口答應了 好 那老師跟我再三確認之後呢 就過去 鼓勵了 兩位行就跟她說 OKOK 這個 你只要努力 一定可以贏他們的 好那我們就下了 但是呢 嚇著嚇著的 我突然臨時變卦反悔 我突然呢 又很想看她這個哭的臉 所以呢 那盤棋 我又把她殺爆了 這一殺爆呢 哇 我們老師非常的火啊 所以呢 我就被找了一些理由啊 發戰 我其實那時候 蠻常發戰的啦 那會講這些呢 就表示 但是 在對當時的我而言呢 我聽到 梁又欣 回來了 他從大陸 學了圍棋三年回來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是有點不屑的 我想說 哇這個人是瘋掉啦 怎麼 學個圍棋 跑到大陸去學圍棋 還學了三年 那他要不要念書啊 到底在幹嘛啊 而且這樣真的有變厲害嗎 所以呢 欸我就想起了 小時候學期的種種回憶 然後我就看到他 我就跟他說 欸 那不然我們來下一盤啊 那結果呢 各位猜猜看 到底是誰贏了呢 沒錯 呃 我慘敗 而且連續下了三盤吧 我記得 都是被屌虐 完勝 哇其實我在 下完的時候 我是很不能接受 這個結果的 因為我印象中的他 就是小時候的他嘛 小時候的他是 不堪一擊的 怎麼現在變這麼厲害 所以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變那麼厲害 怎麼跟我以前 認識的你怎麼差那麼多 他就說 喔 因為我修學啊 然後到大陸的 聶衛平圍棋道場 學圍棋 這時候喔 我那個 該怎麼說 不服輸的個性就上來了 我開始詢問了他許多呢 就是在大陸啊 道場啊 任何的那種 細節生活啊 環境啊 等等 再過了幾天之後呢 有一天回家 我就跟我媽說 你媽啊 我那個 大學 不想念了 我想要休學 那我媽那時候呢 在炒菜 他說 蛤 那你要幹嘛 我說 我打算去 大陸學圍棋 我要休學了 我要去北京的這個聶衛平道場 我印象中那個 他的菜應該是 已經教到不能再教了吧 整個傻住了 他想說 你這個人書 念得好好的 哪根筋不對 他就問我說 啊你不是已經放棄圍棋很久了嗎 我當時呢 也沒有跟他明講 我就說 啊我就想下了嘛 你小時候不讓我下 啊反正我就下去想下嘛 你讓我去 啊我的個性呢 就是比較固執的 可能我媽也了解我啦 就反正呢 最後就成全我 於是呢 我在大二上學期的時候吧 我就辦理了休學 準備呢 前往北京的聶衛平圍棋道場 那我印象中 我休學完 距離去道場還有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我認為是 我整個人生當中啊 最為規律的一段日子 因為梁惠欣跟我說 聶衛平圍棋道場 就是簡稱聶道呢 他們每天早上起來都會晨跑 晨跑完之後就會開始 打譜做題目下棋 為了要習慣那樣的日子啊 我真的每天早上起來 就在我家的合體那邊呢 要晨跑 然後回到家做題目下棋 其實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就是需要一股衝動 比如說你想買一個很貴的東西 當你很理性的時候 你會認為啊這個東西太貴了 算了不要買了 但有時候就是一個 不知道怎麼講 一個念頭 啊不管了買了啦 有時候當你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想要跟他告白 如果你很理性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啊如果告白失敗 可能連朋友都做不成 但有時候就是需要一股衝動 啊管他啦告白再說啦 下棋也是一樣 這塊大龍我們到底要不要出手 撲他 理性的時候你會覺得 後面的變化圖算不清楚 真的是很難說 但有時候衝動就會告訴你 啊管他啦先殺再說啦 所以赴北京念衛品圍棋道場 這個決定呢就是這個衝動下的產物 但我認為這個決定 真真切切的改變了我的一生 如果沒有當時去念道的這個決定 我認為我應該很大的機率 不會出現在圍棋界 我可能是一個化學老師 或者是一個工程師啊之類的 或者在路邊擺地攤等等 所以各位有什麼衝動的決定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回憶呢 就先講到這裡 明天啊我們再來講 我去北京念道發生的一些故事 那如果想聽孝玲講關於任何的話題 都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 給我一些建議啦 不然這個回憶錄完之後 我就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OK那我們就明天見吧 各位拜拜 拜拜